中文字幕 李宗盛 你先說 作為一個立法會議員 你覺得和平在這個地方是否重要 當然重要 你想想我們 剛剛那邊也有一個叫做反暴力 為什麼要反對暴力呢 因為我們認為我們希望生活在香港 香港是一個和平沒有暴力安全的城市 所以我們希望在這裡 大家都能夠安家生活很安定 希望就是這樣的 所以我就是反完暴力之後 然後馬上來這裡 就是為和平而發聲 謝謝 記住一件事 不要被人騙了我們 其實我們一樣是反暴力的 動亂帶來的暴力不是對一個人 不是只是對劉俊濤 是對所有人的 所以我們支持和平的 是反對動亂 反對暴力的 準備分 各位市民 大家好 我請你支持和平香港 是嗎 剛才我都去了政總 去了草地 因為那裡 那裡也是一個不分黨派 反對暴力 香港是一個法治的社會 我們也都應該全力去支持 新聞自由 也都是支持任何反暴力的行動 在這裡 我們很早就來到 要支持這個和平香港的運動 因為香港 我們很希望 這個我們的家 走向民主 走向普選的時候 我們是可以保存到 香港現有的優勢 我在大學教法律 是主教基本法和憲法 25年來 我只是知道香港人 希望有一個 快捷的社會 我是不能夠接受 在大學教法律的教授 主動出來叫大家 是可以因為他認為 他要爭取的一些目的 而是鼓勵 鼓勵犯法 因為犯法就好像一個洪水 好像我們童話鼓仔 有一個小孩子 他在一個奔騰的 洪水要衝過來的時候 他發現有一個洞 那個洞 如果是把它就這樣放在這裡 洪水一衝過來 整個城市就會淹沒 法治都是一樣 今天可以為他們的政治目的去犯法 明天有些人可以說 吸毒都可以 年輕人分不清楚 整整一下就好像洪水一樣 我們法治的觀念就會被污染 因此我是全力反對任何佔中 這些是違反香港法律的方式去爭取普選 我們應該支持在憲制的情況下 和平爭取我們的香港民主法 和平香港和平香港 周雪根最重要的是你 因為你地區做很多事情 多謝周庸 各位市民 現在我們香港去了一個轉捏點 今年大家都看到很多問題在這裏 我們是反對暴力 衝擊我們的議會也是暴力 衝擊解放軍 軍營也是暴力 是嗎 是 我們反對這些暴力 是 佔領中環更加是暴力 因為香港 中環是我們的心座 是我們的經濟、政治、文化的中心 如果我們在中環裏面癱瘓了 被一些佔中的暴力癱瘓了 我們香港的經濟就會下滑 下滑了 我們就不會這麼容易上回來 所以 為了我們的經濟 為了我們的香港 為了我們的未來 我們是反對暴力中環 是不是 反對暴力中環 我們是反對暴力中環 反對暴力中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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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平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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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 和平香港 多謝 進去 第二支旗 不如兩位女士幫忙拿著她 好不好 大家搖搖旗 代表 其實我們和平香港是不分 不分種族 不分黨派 不分任何人 只要大家支持就可以成功了 多謝各位 留一位 拿著這位 劉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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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劉慧